台上阿公阿嬤打起了太極鼓 坑槍有力 每個步驟都跟著撿拍走 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土天到了以後 再把花放上去 攤位前大家學習盆栽教學 簡單幾個步驟 就能夠學會種植多肉植物 對啊 我喜歡 怎麼說 植物很好 以前有動手做過嗎 有 家裡有 好像在冰地裡面 用這個針針針出來 還有利用回收的拼布 簡單的做法就能夠變成法圈 人 從七八十歲來 他說我從結婚到現在都沒有拿過針 然後他們就拿一拿的時候 可以回憶一下說 他們讀詩的時候拿的 邁入第17年的終身學習博覽會 在國門廣場舉辦成果展 邀請了各終身學習團隊 展現歷年來成果 中山樂齡學習中心帶來舞蹈表演 我們是中山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我後面這一群婆婆媽媽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今天他們要表演的是 佩佩佩有愛 共創其機 一起共舞 年齡層都是從五十五歲以上到七十歲都有 然後他們真的是非常熱愛這樣的一個舞蹈的表演 我們是用五感體驗 自信 活動開場 請來了王燦和陳彥廷 兩位藝人 帶來精彩表演 先用市長謝國良親自表揚 社區大學 優良課程特優 及樂齡學習中心 評鑑等獎項 鼓勵大家活到老學到老 這樣生活會越來越有品質 心靈會越來越療癒大聲對不對 那所以呢 感謝大家我們一起來參加這個成果展 然後跟大家分享更多有意義的一個知識 跟生活的方式 那感謝大家的參與 就是連續八年獲得教育部學習型程式 競爭型計畫補助 112年更是邀請了21支產官學團隊 透過公司協力 及跨部門合作 希望打造基隆 成為多元有愛 學習型的城市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